部長好 大家好 辛苦了 我們能夠參與 我們能夠參與 克服國家隊 為民眾服務 為防疫打擊 感到非常的光榮 台北克服 齊心齊力 團結白衣 總統好 部長好 感謝長官的肯定與打擊 讓大家都非常的振奮與感動 我們會繼續盡心盡力 讓198任針線 團體不斷線 謝謝大家 辛苦了 為防疫貢獻力量是大家的責任 祝國人都健康 台灣防疫成功 好友人防疫 行行行行 謝謝大家辛苦了 部長好 兩次協助長官的關心 我們因為權力以赴 為民眾服務 為防疫禁令 高雄支援民民權 高雄保全 大家很棒辛苦了 謝謝 台北中心 它原先是我們服務我們行動電話客服的客服中心 那我們在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快速把它轉換成1922的客服中心 所以呢 我們現在大概有105人 105個客服的同仁在這邊服務我們的民眾 那分成一線跟都會結合 我們最高峰的時候 是318號那天就來了4萬2千多個電話 所以呢我們隨時掌握我們 因為隨著疫情 這個電話量會隨時變化 所以我們的主管要隨時掌握 掌握我們民眾來電話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邊也有人工智研發的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客服中心的線上的資訊的系統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1922呢 我們可以看到即時的 可以看到今天的累計 也可以看到分時的 也可以看到歷史 上個月到現在的歷史 那我們已經接聽 從過年到現在 我們已經接聽超過30萬通的電話 即時有效的調度 讓民眾回答 好 帶著口罩 我們會知道你們全貌是什麼 看起來是非常年輕的 加油 好 謝謝 現在一天接到的電話有多少 大概1萬通左右 這個禮拜大概1萬通左右 謝謝我們加入部長 還有我們謝董事長 我們總經理 還有給我們做簡報的林科技長 還有我們非常辛苦 但是也非常投入的我們中華電信的同仁 大家好 那台灣在這次的防疫工作上的表現跟成就 受到國際上的肯定 很多的國家就像剛才我們部長講 很想來跟我們交換經驗 甚至有很多的事情 他們也想知道 我們究竟是怎麼樣 在具體層次上是怎麼樣執行的 那防疫工作有這樣的成果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各個領域最傑出的人才 非常主動而且熱心 才能組成最有能量的國家隊 那我們在整個疫情處理的過程中 跟因應的過程中 我們有很多的國家隊 但是我們這個科技國家隊 這個防疫科技國家隊的核心 就是我們中華電信 那看到我們政府跟民間 能夠組成這麼大的國大隊伍 那剛才我講 這個整個運作的核心 是在我們中華電信 說是領頭養也不為過了 因為我剛才也仔細的聽了 那其他的電信業者也是以中華電信 並為一個受聯整合者的角色的扮演 那為了整個科技防疫的超前部署 我知道大家都很拚 剛才聽簡報 年都還沒過完 初衛就叫大家來上班 那為了防疫工作 非常盡心盡力 我要跟我們中華電信的所有同仁說一聲 大家辛苦了 那我也必須要跟各位說 這段時間大家無私的奉獻 讓很多的臺灣的國民 其實都非常感謝各位的細心 投入無私的奉獻 那在這裡 中華電信發揮資訊技術的優勢 把目前很多先進的技術 應用在防疫工作裡面 確實讓我們的防疫工作 失敗功倍 所以真的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同仁 不但是這種體力的復甦 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們頭腦裡面的 這些創意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才是真正這個國家 在整個防疫體系成功的關鍵 那最近大家需要 大家交流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那中華電信也推出很多貼心的服務 除了主動打電話關懷檢疫及隔離的民眾 也集中1922專線 給民眾做最及時的支持 這個有時候不僅是資訊的提供 有些是他們心靈跟他們焦慮和憂慮的感覺 一種慰藉跟減緩 那這個真的要謝謝我們中華電信 現在第一線的工作同仁 他們發揮了愛心 跟一股熱誠跟關懷的心 讓1922發揮了臺灣社會的穩定力量 那不論是大家在家裡學習或是在家工作的需求 中華電信也推出了很多方案來支持 不但可以落實我們防疫的工作 也把民眾生活的影響減少到最低 這就是利用科技解決問題提升生活水準最好的例子 最後 我要再一次的感謝我們中華電信所有的同仁 在這一次的科技防疫國家隊裡 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而科技防疫又在我們國家整體的防疫過程中 扮演了最強大的後盾 所以我要謝謝各位 我相信這不是各位 只是因為跟你的業務有關 所以你把它當作一個日常的業務來處理的心情 各位有著共赴國難的心情 大家一起來面對這個疫情 對我們臺灣整體的挑戰 在這個挑戰的過程中 讓我們真正看到臺灣人的可貴的地方 我們無私投入 我們能夠承受壓力 跟能夠在高壓之下 把臺灣整體的國力能夠展現出來 臺灣人的創意 跟臺灣人的無私奉獻精神 在這一次我們都看到了最佳的表現 所以再一次要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統 謝謝總統 再來 再來 加油 謝謝 謝謝 這邊還要再來一個 3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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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027 3028